接著跟院長討教今天的報紙頭條幾乎的是 蔡總統公布了為了反制一國兩制 蔡總統提出四大綱領 基本上我跟院長報告 我們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 我們強烈反對一國兩制 也堅持台灣的民主自由 請問院長 但是就這個公布的七大綱領 今天的外界很多人認為說執政黨 尤其是蔡總統又在操作統獨被檢票 尤其他想藉由操作統獨兩岸的正義 拉高他的支持度 對這樣的看法你沒有評論 不是這樣 這是因為1月2號習近平主席發表 對告台灣同胞書中 已經宣布啟動九二共識台灣方案 接下來他們兩會正進行 整個台灣方案已經推動進行 基於中國要併吞台灣 所以總統特別召開國安會議 從七個面向要提出來 種種不願意台灣被中國併吞 不願意被他終極統一 所以請希望國人 大家一起來守護主權 一起來守護我們能夠 自由民主生活 最重要這一點 基本上您談的大方向我贊成 我也強烈反對 一國兩制 堅持中華民國的自由民主 但是院長要跟您報告 是不是騙選票 拉高执助 我們就讓全民正在眼睛來看